中央电视台 在女子短距离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国家的选手满单单是创造了 在这个赛事当中 我国选手的最佳成绩 他最终是获得了第八名 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长距离十公里的比赛 那么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呢 选手采取的是个人的顺序出发 那么刚刚中国的一号呢 唐嘉玲已经是作为一个出发的选手 已经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了 间隔三十秒之后呢 中国的另外一位选手 阿云崔现在是刚刚出发 那么选手的出发顺序呢 也是依据赛前的报名的成绩 一般来讲的成绩比较好 会在后面一些出发 最终呢 在完成所有的比赛的距离之后 依据选手的用识 来探尽最后的名次 我们第三个出发的呢 也是中国的选手 好的 现在您看到的第四个出发的也是中国的选手 四号雨昕 在昨天的女子短距离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也是派出了多名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但是从整体的水平上来讲的我们国家目前跟欧美的这些越野滑雪的强国来对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最终只有满德南一个人进入到了决赛 然后获得了第八名 目前已经出发的五位选手都是中国选手 那么我们中国选手今天总共参加的是13名 那么五名中国选手已经出发 这些时候采用的这个滑雪的地图都是一样的 就是采用的一步一步的冲击就滑雪 那么这种滑雪的方法呢 在平地或者是比较舒缓的坡地都可以运用 我们在短距离加速的时候呢 用的比较多选手 那么目前已经是六位选手 第七位出发的也是中国的选手 这是七号还是中国的假议 这是中国的假议题 那么七名选手已经是陆续出发 每隔三十秒钟出发 这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一个规则 那么在七号选手改议题之后 要出发的就是我们的八号 关起来是中国国家队长的 冯永恒 第八位出发的呢 依然是中国的女子滑雪军 冯永恒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始 给大家介绍我们在昨天的女子转 因为中国队创造了一些技巧成绩的满单单 那么她在昨天的比赛中获得了第八名 其实满单单的这个名字进入我们的印象当中呢 是从今年的亚冬会 虽然在亚冬会上她并不像她的队友王清立那样 那么前眼获得了冠军 但是呢她应该说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非常不错的 八名那么在满单单之后 那么升上号码是九号获利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九号获利 这也是中国的越野滑雪队的队员 好的 好的,11号侯玉霞,这也是中国的选手。 目前所有出发的选手全部都是中国的运动员。 好的,就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外国选手。 12号来自俄罗斯的梅里纳。 我们现在出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选手第一个出发的唐嘉玲。 现在他已经滑了1.9公里,目前的用时是5分50多秒。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所有的选手都要完成10公里的越野滑亭。 这是2号,恶银飞也是中国选手。 恶银飞呢,目前用时也是5分45秒多。 那么下面要出发的是10号,选手来自法国,克罗·林安娜。 现在我们看到出发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法国的克罗·林安娜。 现在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是在国天来自法国,克罗·林安娜。 现在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是在国天来自法国。克罗·林安娜。 这位选手呢,也是在短距离比赛当中所获得银财的选手,来自俄罗斯的纳查利亚。 那么短距离和长距离呢,在戏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 对于选手的技能的要求呢,也不一样。 因为短距离呢,只有1200米。 所以对于选手的这个爆发力可能要求要更多一点。 好,这是来自中国的柳圆圆。 17号选手。 他的报名成绩呢,要比前面的几个他的队友要好一些。 所以还在请外国英国人之后选手。 17号选手,第20号选手,第20号选手,李鸿雪。 李鸿雪呢,也是中国越野滑雪女队当中比较有实力的选手。 她曾经在阳春的瓦萨的滑雪碟,还有沃尔沃转距离的滑雪赛, 以及亚中会亚主赛等赛事上面都起了很不错的成绩。 目前为止,从我们前方的这个中间级点, 中间级点发挥的组织中目前滑行之后是我们的4号选手,李鸿雪。 1.9公里用时5分30秒。 目前在索罗已经完成了1.9公里滑行的选手当中了。 我们国家的4号选手,李鸿,目前用时是最快,最短。 现场的迷迷点中也是在告诉我们,目前成绩最好的还是4号李鸿,还是中国。 现在出发的20号选手是来自哈特克坦的选手,托洛文娜。 现在亚洲呢,哈特克坦应该说是在越野滑雪当中实力非常强劲的国家。 看一下目前的程序,1.9公里的程序,中国的李鸿是排在第2位,5分30秒。 李鸿雪应该是排在第1位。 来自中国的霍利是排在第1位,然后李鸿是排在第2位。 现在您看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阿雷娜·基德克。 这是一名在短距离比赛当中比较有实力的选手。 在06年都赢中奥会上呢,他就获得了女子短距离的技术红牌。 目前呢,他还是赛族的大学生。 我们下来看一下刚刚中心的程序表。 来自俄罗斯的梅琳娜呢,是排到了第一。 打来自哈特克坦的奥克西亚纳。 第23座复发。 从中间县面发布最新兴隙, 我们现在华学队快远19公里是我们的13号, 而是俄罗斯的插と伽兰。 我们警方也会评论。 哈特斯坦的兼手 我们前面说到了哈特斯坦 是目前在亚洲的越野滑水上面最有实力的国家 应该现在在亚洲来讲 哈特斯坦日本和中国 是在这项目上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的三个国家 但是相对而言呢 这三个国家当中还是发生的市场最强 中国还要稍近一点 那么目前啊 目前啊 我来说阿尔玛林拳手也投入去 出发了海上海最后的四名战胜 要出发目前往一天六公里的几十点回来地区 卡卡卡蛋的拳手 能让华星最快 Jangri once again Let's go to the 27th Captain in the 10th 26号这是盗鼠第四阵 出发的选手 来自华尔玛 好的 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 塔林呢 20号来自华尔玛 这是最终的1.9公里的几岁 那是阿尔玛林拳手 纳塔利亚呢 是目前排在第一位 俄罗斯的梅尼纳排在第二位 现在出发的28号是来自德国的伊夫 塔林巴西尔 就是很有实际的学者 他是严固成中奥会的女子最平均中有的接地的金牌 另外还是女子竞赋深色的银牌 新中奥会他也获得了这个女子最平均中有的接地的银牌 好的 现在应该说在这个项目当中最有最终的选手呢 就三三一要出发了 29号呢 也是来自杰克的塔特贵纳 纽曼诺瓦 这名选手在92年就参加了法博的中奥会 那么06年的都零中奥会呢 他也获得了15公里追逐赛的银牌 还有30公里最有机的金牌 这是非常有的 在他的约翰牌当中的近十年他都排名四月前十 来看一下现在的成绩的排名 东部的李洪雪啊 现在成绩不错 排在第二个1.9公里的成绩5分14秒多一点 现在他又排到了第三 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纳塔里亚又超过了他 这个排名呢确实现在顺序万变 那么现在我们呢 好的 现在中国的李津和阿英崔都已经完成了整个比赛 两个人的用词呢 分别是28分53秒和29分14秒 这两个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是世界上面优秀简所的成绩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比 现在已经有多名的角色都完成了比赛 满灯带也完成了比赛目前还在第二 现在已经有10名中国选手都完成了比赛 因为在前面出发的11位选手都是中国的 目前中国的侯业翔是27分46秒成为最好排在第一 现在正在进行通知了选手柳元元 柳元元用时26分56秒 这样他是目前所有完成比赛当中用时最短的选手 那也是不可提倡的柳元元 那么完成的比赛展示才能的一众是29分56秒 那么我们的佛玉侠展示才能下 但是他比柳元元落足了整整四十九秒 真的是不错的成绩 现在是在第三次世界 那么紧接着要进行通知的应该是我们的比赛 同学但是根据我们的手工进行来看 比赛的成绩 这应该是不如我们的柳元元 那么目前为止可以说 我们的中国选手中 全部的中国选手 13名出战的中国女子选手 柳元元元成绩最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排名 他目前排在第一点的依然是中国的柳元元 26分56秒 目前排在前三的都是中国的选手 阿小韩족 shaか 现在正在进行最后衝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克罗 obeyna 克罗 obeyna 现在已经用时27分多了 所以他不会挑过中国的领言 科罗 obeyna 态是27分26秒 目前超过了中国的李鸿鞋来到了家 他在第一的依然是中国的柳人员 29号的来自杰克的卡特瑞纳 尤曼诺娃 他的目前的用适非常的少 确实这不愧是越野滑雪当中的民族运动员 目前大概离终点才有五十五 他的用适只是二十五分钟 现在第一名的成绩是二十五分钟 但是尤曼诺娃就是只有二十五分二十一秒 目前排在了第一 现在中国的柳人员是排到了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总成绩 排在第一的是来自杰克的明星运动员尤曼诺娃 来自法国的卡琳娃是贝勒第二 中国的柳人员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 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越野滑雪上的项目上面 我们主要是亚洲的成绩不错 但是放到世界水平时在场上 跟欧美的强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这一次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还是很大的满意 我们在昨天的短距的比赛当中 中国的满山单也是创造了 我们在这个赛事上的最佳的预设成绩获得了几八 然后我们再次向中国的柳人员表示错误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已经带来的07年国际雪莲的越野滑雪世界杯 中国长春战的比赛 那么现在您看到的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 男子长距离失误分离自由式的比赛 那么首先出发的也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 在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呢 分为传统技术和自由式两种技术 那么依据这两种技术呢 在冬奥会以及世锦赛当中设施的项目也是这样的 男子长的是有五个项目 包括传统技术的十公里比赛 自由技术的十五公里比赛 以及传统技术三十公里和自由技术五十公里 还有四成十公里的接力 那么在女子比赛当中呢 是设为传统技术的五公里和十五公里 自由技术的十公里和三十公里 以及四成五公里的接力 那么在前面出发的这几位呢 都是中国的运动员 那么三号 还有我们要出发的是我们来自中国的光红大 三号呢也是中国的选手光红大 那么三名中国国家越野华越队的选手 已经出发了一号号三号 李治广 吉德林和广宏大 那么在他们之后呢 现在在实际处准备出发的是四号 张红军 好这是中国的出发的选手 四号张红军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的几公里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六圆圆 最后获得了第四名成绩非常不错 希望在男子的比赛当中 我们国家的选手里能够有比较出色的发挥 五号呢是中国的张一伟 三位出发之后呢 在男子比赛前十位出发的都是中国的选手 来自中国的董文强 参演法上调 六号 六号是中国的董文强 那么刚才我们的女子越野华越队的纽约人 再次创造了历史和币国生的网站之后 选择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这也是中国队啊 也非常第一次 那么接下来 五周八的话呢 其点中的名选手 就是七号 高亮 七号呢也是中国的身手高亮 应该是这几年呢 我们国家在约上项目上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在书伦东奥会上 我们国家在自由式滑雪当中 获得了男子项目的金牌 这是八号来自中国的启文龙 这是第九位出发的 也是来自中国的选手 这是中国的孙青海 第九位出发的 他们在西线住 已经做好准备了 仍然是中国选手 九号孙青海 那么在三线之后 就是我们的十号选手 十号选手 那么也是来自中国 他现在已经在西线住做好准备 李中海 十号女士中国的选手 李中海 之前呢 来自我们国家的选手 第一个出发的李志广 是首先 偏过了1.9公里的继续点 他在1.9公里结束以后呢 用时是4-50秒 三名 就是阮標 拇shoe 小 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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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出发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 奥斯承森 奥斯承森应该说今年的成绩非常不错 在总成绩排行榜上的目前为止第六位 奥斯承森的这一秒是在什么分担赛场都有积分的 在转积一个总成绩的资认榜上我们从成绩列帝三位 现在你看到18号是来自俄罗斯的莫里洛夫 4分30秒通过1.9公里 分析非常不错 跟中国的世界有很多的差距 这是来自德国的普普贝尔克 它是00年北欧两项次的紧交赛 越野华决男主义成绩的亚军 另外呢在东林中奥会 越野华决男主义成绩公里的决队当中呢 也是获得了银牌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04年的德国年度最佳评选当中呢 他还以1872票名顶位列于苏玛瑞之后获得第二位 33号出发就是来自德国的贝尔比斯 他现在在本赛季的这些贝尔总统子板上是位列于苏玛瑞的 在第一的 依然是俄罗国的选手 瑞典的选手福利德里克森 瑞典的选手福利德里克森 现在出发的是来自罗维的选手 再来看一下目前通过一根9公里的决数的排名 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挪威的 洛萨格 跟中国的选手呢 已经退出了前五位的反应 首位的选手安格尔尔 目前的德国选手已经排到了第一位 首次变化的很快 我们看到这个空气表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中国选手目前最好的情况是第19位 挪威 挪威的选手洛萨格呢 又是排到了第一 第一 啊 通过1.9公里的程序呢 挪威的洛萨格4分16秒6 领先非常多 领先5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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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先12名到第5名的选手呢 他们的这个程序 相差都并不大 要一直算着 目前呢 中国的里治管是首先 通过了9.4公里的 visitation 我们像这个男子的长距离比赛和女子长距离比赛 嗯 这个率先通过某一个计时点或者是中点 实践的 advanced 但不能说明它的成绩如何 因为黑省人是采用的顺势出发 所以最终一计的是完成所有比赛的用时 吉志广完成9.4公里的用时是26分 再是6秒 我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总共也是除了终点之外 设立了途中的两个七十点 11.9公里的七十点 二是现在看到的9.4公里的七十点 现在通过9.4公里的所有选手当中的 来自俄罗斯的莫里洛夫 去以24分03秒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中国的王宗靠目前排在第二 当然主要是因为有实力的这些选手 目前还在后边 还没有到达这个5.4公里的七十点 阿尔地区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目前排在第一 美国的普里曼目前排在第一 3.35秒 那《明月滑雪》呢 它就是一项很适量 很速度 很耐力 还要很适量的运动 他对于这个运动员的 失心性能 还有抵迫 也要是非常高 他这个运动员啊 他在雪上滑雪的时候呢 心力可以达到160到194每分钟 在那个上坡和加速的滑雪的时候呢 心力速度可以达到200次每分钟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要求这个运动员拥有比较大的吸氧量 那我们知道在长跑的步骤当中 这个吸氧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像比较优秀的运动员也要求他们每分钟 吸氧量都达到4到6升 因为在这种大强度的比赛当中 一旦出现供养不足 身体机能就会出现这种血乳酸的硅肢 还有养钙的形成 一旦这样的话运动员就会出现身体疲惫 然后出现疾病 目前还是俄罗斯的选手排在第一 通过了9.10公里的时候 现在德国选手已经超过了它 安格雷尔目前是排到的第一 德国的安格雷尔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 苏联中奥会的越野滑雪男子15公里古典式的 也就是传统式的银排 男子4乘10公里接力的银排 现在中国的李志广已经率先的通过了终点线 他的最终用时是42分44秒 体力效果确实非常大 李志广也是一个出发的运动员 我们来看一下通过9.4公里以后 目前的用时的排名 还是德国的安格雷尔目前排在第一 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二 来自挪威的诺萨格是排在第三 在前12当中都没有中国的选手 前18当中也依然没有中国的选手 目前最好的成绩呢 还是中国的王松超 还在第二十二位 而且比第一名呢 慢了两分多钟 两分二十秒 差距不低一点了 从25到29 全部都是中国选手 您现在看到的是 9.4公里记事处 记录下来的成绩 先说总共要滑行15公里 这是中国的居温龙 第二个通过中点线 那么今天呢 应该说长风的天气还是不错 气温的零度 比较适合选手这个水平的发挥 我们知道在目前中国东三省呢 应该说长春是开展越野滑雪条件最好的居温 因为像哈宾呢 因为它气候最寒冷 所以它的血质偏硬 而长春呢 因为天气要相对的高一点 所以血质比较软比较适合滑雪 但是军年的长春也是遇到了历史上最暖的一个暖中 我们今年的这个暖中也是从1840年以来 有这个数据记录以来 平息温度最糟的一次 所以这也给今年长春开展的这一系列的国际的学生赛事 包括亚奔会 以及这次的卫尔华学生赛事 并且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董文强 目前马上要通过中远线 已经有三名中国选手完成了比赛 速度最快的是许文龙 41分10秒 滾牆的比赛也结束了,又是43分39秒。 目前从已经完成比赛的五名选手来看,还是中国的喜闻龙, 用时最短41分10秒。 18号是俄罗斯的莫里洛夫。 目前最好的组织仍然是喜闻龙而创造的,这是一分十秒。 请继续在莫里洛夫之后的是中国的王松涛。 莫里洛夫目前创造了最好成绩39分08秒,王松涛是比赛其后40分39秒。 当然我们说到的多名这个有实力的选手,目前都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来自挪威的西蒙·奥斯承森,以及蒂特·诺萨格,以及来自德国的安格雷尔等等,这个都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好成绩呢,肯定不是最终的夺冠成绩。 23号是来自美国的弗里洛夫,目前还是俄罗斯的选手阿尔蒂夫,是38分14秒。 还在第一位,他的情报莫里洛夫呢是排在第二,中国的王松涛呢已经被提到了第三位。 据手阿尔蒂夫,和威商宣传,即将他们的作品有我们的美国重与世界杯组议公司。 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已经带来了的零七年,国际纪 ring,华雪世界杯,男子扛系尼15公里,自由式比赛的实况。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的十公里比赛当中,中国的满单单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例子,获得了第四名。 23号是来自美国的弗里曼,我们看到这位选手,25号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汤姆,是将这个袖子撸到了胳膊肘上,可是今天确实气温并不低。 没有办法超过目前俄罗斯的阿尔地坡了,但是8分14秒依然是最好的程序。 我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有个观众朋友介绍过,其实我们国家虽然中三省的降雪量并不少,但是从滑雪的次端条件来讲我们国家还是先前不足的,因为我们国家是这个大陆性的气候,对于降雪的地区普遍气温比较低,所以对于在世外训练比赛呢,这个次端条件都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这种欧美,尤其是北欧的国家,它们是属于这种海洋性的气候,虽然降雪的,但是呢, 气温却不低,所以它们的条件要比我们优惑得多,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国家在这样的图案条件上的最新几年的我们的水平如果有这样的进步,应该说还是非常觉得激透的,好目前还在第一的是来自挪威的诺萨德,37分32秒,结果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就是发现了它的记录,37分21秒, 目前最好成绩是37分21秒,看来这个成绩有望被刷新,37分17秒,果然,来自法国的选手,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选手的最好成绩呢,已经落到了第12位, 那天法国选手,俄罗斯选手和挪威选手, 我们是分裂前三位,我们看一下这个37分17秒能不能成为最后的夺冠成绩,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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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是来自法国的选手 乔尼尔他的成绩最好 三十五号是来自挪威的霍夫斯塔德 霍夫斯塔德目前还是在校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他目前的任期也是连超过了三十三十年 所以进入前三名的成绩可能已经没有了 霍夫斯塔德的日文是三十七分五十三秒 霍夫斯塔德ard是十五号,パ还有自己心意息 打的就是芸臻和 chop ad dektak Fans ant 芸臻目前的成绩非常不错36分五十多秒 他是有希望改写这个目前的最好统织 后面这几位选手的统织都不错 果然伦森特是37分15秒 终于改写了他的同胞小米尔的最好统织 目前两名法国的选手是分灭一二位 但是看来后面两位选手的成绩要更好 来自德国的安德雷尔 37分05秒 这成绩比法国选手文森特领先了10秒钟 那么现在所有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通过了中缅线 那么最终还是来自德国的安德雷尔 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那么他呢也是苏林冠奥会 越野滑雪男子15公里 传统式的同胞获得者 让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好的各位观众 您今年国际决联越野滑雪世界杯 中国长春战的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为您的转播呢也就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祝您春节愉快 观众朋友们再见 那么我们的男主角比赛 看受功的野道这也是倒入专门了 再次介绍一下那么前六没有一个比赛状况 比赛金登特 那么他只落后了我们的冠军 9点3秒 那么第三名我们现在仍然是 还是把握的选手 爱纽 那么他落后了我们的冠军 是11秒3 继续前 那并获得第四成统来 是河洛洛洛的选手 那么他落后冠冠军 16秒 那么第五名还是柔维的平降 Pieter 他也是落后了我们冠军 26秒1 那么第六名 如果说第六名就该过来 是德国 12点 那么他落后了我们冠军选手 49秒5 那么多是这些获奖的游动员 那么和我们的女子比赛一样 那么已经带来了 就是我们男主角比赛 15分钟起来卸杯赛 自由式越远滑雪了